也是来自服务行业 他的出现 让我强烈的怀疑 是本来想请某一位脱口学演员 但是没有档期 临时把他从银行抓来 让我们欢迎银行贵员 House 大家好 我是Apartment 大家好 没想到我又混进来了 是吧 我真的很荣幸 今天真的很荣幸 认识了这么多 这么好的京东人 其实我本人呢 早先也和京东 有过一些不解之缘 因为我是来自北京东城的 我去过一次东京 去过一次东京 非常的有缘 什么白 我要失去工作了 我马上就要失去工作 我很羡慕他这么热爱他的工作 不像我 真的原份是 我也从事过服务行业 我以前是银行贵员嘛 就我真的 我打心眼里 佩服京东卓越的服务 尤其是在物流方面的卓越表现 半日打 你想想 当天上午下的单 下午就给你送到 这都快赶上我们银行的叫号速度了 太好了 这个很不错 刚才快递小哥说 他们的系统成就了他们 我们银行贵员就被我们银行的 Windows XP系统限制在死死 有的时候我都只能无奈地跟客户解释 我帮您提交了 就是系统过不去 建议您下次取号的时候呢 顺便叫一个京东的货到付款的单 等货送到了 你钱也取出来了 是不是 两全 但即使我从事过服务行业 我依然会在网购的时候发脾气 比如说给我家狗买狗粮 因为我所有的消费都是以节省为主 因为我养的是一条流浪狗 我就完全以为流浪狗是一条免费的狗 我就兴高采烈地去救助站领养 然后就让告诉我 流浪狗需要交一千块钱做押金 一年以后这个狗要没事 一千块钱就会还给你 然后这个狗呢你也可以继续养 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明白这狗相当于利息嘛 专业对口 我可以帮你点点 但是流浪狗真的太难养了 它社会经验太丰富了 寻常的狗粮 人家根本不放在眼里 就喜欢吃那种全是添加剂的烂狗粮 上次购物节 我趁着打折 买了四十斤一袋的进口狗粮 我家狗舔了一口就不吃了 成为苦脸地看着我 仿佛在说大哥这批货不纯呢 我觉得特别无奈 那袋子一开封就退不了了 所以我就只能放着 搞得我女朋友老问我 厨房放四十斤狗粮是什么意思 我说那个是战略储备 战略储备 但是最让我生气的 还是每次跟客服沟通 我也是干过这一行的 我就不明白了 谁发明的这么蓄道的自动回复 一个欢迎光临 能欢迎出五百多字 我问他一个问题 那个系统会反问我 你的问题 属不属于下列这二十个问题 我每次还没有见到客服上线 就已经被系统的自动回复给淹没了 我每次跟客服沟通 都会费半天进来区分 哪句话是电脑说的 哪句话是客服真正的回答 我这哪是在咨询问题 我是在配合他们做图灵测试 当然我理解 客服也真的挺不容易的 他即使没空回复我 他也能整出一百多字来回复我 告诉我他没空回复我 其实现在咨询的客户比较多 所有线路都繁忙 暂时忙不过来 请您稍等一下 我们正在快马加编地 回复其他问题 请不要着急 我能不着急吗 你光顾着打字呢 可不忙不过来 没办法我等我等 但是这倒霉系统 你只要五分钟不和他说话 客服就跟换了个人一样 重新开始发那五百字的欢迎光临 重新问你要咨询什么业务 这个过程中 我的感情被深深地伤害了 我再苦苦等他 他却把我忘了 去年购物节呢 我也是趁打折 给自己买了一对蓝牙耳机 耳机到货以后 发现怎么都冲不上电 我当时立刻就联系了客服 对着聊天见面 坐了半个多小时图灵测试 最后人家说退货可以 但是你必须选择 无理由退货 我当时心里特别委屈 我明明有理由 他却告诉我 我是欺骗无理由 我感觉我是在跟你演穷谣剧吗 我说你给我解释清楚 他说你这是在无理取闹 我好说歹说 威逼利诱 他在说以质量问题退货可以 但是要记回去做质量检测 前前后后 要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个月过去 可能这款耳机都半价了 我心想还好没在他家买手机 你想想3C产品 现在更新换代的多快 不光产品更新快 老板更新的更快 跑路的跑路 还债的还债 还好没买 不过自从有了这个经历 我成熟了 我再也不会跟我的女朋友说 无理取闹这四个字了 谁能想到我经历一次网购 我不仅欲望被满足了 连心胸都变得宽广了 谢谢大家 我是House 谢谢House 我看两位老板听着都很满意 House我知道很厉害的 没想现场这么厉害 你是赶上厉害的时候了 谢谢 第一个 他的整个的结构 包括语速掌握特别好 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 他一看就是网购中遇到的问题 而且很多的典型性的问题 许总作为网购达人 现在也能碰到这种 只会回复不会服务的这种客服 坦率来说都会有 坦率来说都会有 当然您刚才讲的典型的问题 是工具其实代替了人性的东西 就是公司有没有给客服人员 一些授权 稍微授权开放性的政策 而不是非常刚性的 其实很多消费者的问题 实际是很容易去解决的 谭总觉得House表演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我刚才给House拍灯的时候 其实也是对这个House分享的 这个客服经历是感同身受 因为其实我们京东每年都会要求 高管到这个一线去听音 就是我们会戴上这个耳脉 真的去听 这个我们的客服人员 是怎么解决这个客户的问题的 回来的人呢 大部分都有两个感受 一个就是很有意思 因为真的能听到 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事 比如我就遇到一个客户 打电话问这个客服说 这个我如果给我家邻居楼上 买一个洗衣机 会不会被他发现 等一下 咱们理一下 什么 是五楼的那个老婆 给八楼那个老婆买的 什么东西 就是怎么回事 后来客服就问他说 你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他说因为我家楼上的这个洗衣机 实在是年头太多了 每一次一洗衣的时候 光光光光光光 我们家楼下就没法睡觉 我还不想让他知道是我买的 但是我能不能买一个 这个洗衣机送给他 对 所以类似的 类似这种好玩的事 其实比比皆是 但是实际上呢 更多的都还是 能够感受到 我们一线的客户人员 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你自己 你也是服务行业的嘛 如果你自己遇到了 像你这样难产的顾客的时候 你该怎么做呢 我帮你把领导叫来 一听就是银行出来的 好 感谢 感谢Cas 请坐 请坐 好 感谢Cas